13年前一位红颜香消玉允 2009年5月14日 曾在一天屠龙记扮演赵敏的女星刘玉璞 因服药死于出租屋内离世三天才被发现 而自杀的原因与原生家庭密不可分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 父亲棍棒教育 母亲唯唯诺诺不仅不爱护女儿 还对父亲虐打侵害女儿的行为 百般纵容视而不见 我的童年简直幼稚恶梦 一个女孩在家里洗澡不可以关门 幼年遭复性侵 生母冷眼旁观 对刘玉璞造成深刻隐影 影响她的人生选择 努力学习努力拍戏 逃离家庭独自在外谋生创当 也算是小有成就 然而历经磨难遇到良人 结婚生子之后 依然陷入家暴 从小缺爱的她 很难辨别动机人性 只觉得她对她百般呵护 温柔安慰 就是真爱 没料到结局却是遍体鳞伤 选择离婚 有此抑郁 回家后 父亲依然没有放过她 认为她婚姻失败 十分丢人 加之外界媒体报道舆论压力 刘玉璞走图无路 服药自尽 短暂气美一生 她比烟花还寂寞 1963年5月3日 刘玉璞出生 春圣花好 云淡风轻 但是她的到来 没有为家庭添加欢喜 至少对于她的父母而言 他们原本希望生下长子 后来家中添了一个弟弟 才算是勉强实现心愿 父亲性格不好 严格古板 暴躁酗酒 动辄打骂母子三人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一件随手做的小事 一句有口无心的发言 都可能让她瞬间火起 暴跳如雷 而最主要的出气筒就是女儿 按说家中经济宽裕 理应得到良好教育 实际上 她的父亲压根没想过 要培养女儿才华 反而将各种户外技能 拿来教女儿 她从小就和许多女孩不同 不仅每日生活辛苦 还要时刻谨言慎行 以免触怒父亲 所谓父爱如山 在刘玉璞心中却是伤口 每次见到父亲 我都会全身发抖 如果是打骂 或许可谓是错误教育 但涉及到另外一件事 截然不同 我在家里洗澡的时候 不可以关门 父亲随时都会进来 稍有反抗就打我 厕所里打 没有地方躲 还很疼 也不能保护妈妈和弟弟 进去干嘛 不言而喻 厕所到客厅 中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 黑暗无尽 每次父亲一进来 带上门 刘玉璞就会闭上眼睛 他不逃走 甚至麻木 所以不哭不闹 只要自己承受 母亲和弟弟就安全 他回答 他们在门背后 窃窃地望着 一个字不说 到底是家人 非要受苦的话 他一个人就足够了 有一天 总有一天 他坚定告诉自己 他会离开 然而 他猜中了开头 却猜不中结局 刘玉璞想方设法摆脱 上天也怜惜眷顾 于是给他机会独立 初中之后 他考进一所寄宿学校 终于逃离家庭 最初他不敢与人交流 甚至孤僻躲藏 但是身材高挑 外形出众 自然引人注目 加上他性格温和 不像其他美女一样骄横 很快就有许多伙伴 少女时期 他被星探挖掘 拍摄口香糖广告 随后签约香港韶市 赫赫有名的造星工厂 可谓是百日花红 入得韶市不愁星途 大约是从小习武的原因 比起规格小姐 刘玉璞更欣赏 武刀弄枪的角色 因此刚出道时 选择做一位打星 无独有偶 这个选择势必大火 彼时的韶市 莺莺艳艳艳多的是 却还有漂亮女侠 大戏十分辛苦 她将重心全部用在训练上 自然能够得到导演青睐 起初是一些小制作电影 贼王之王 水晶人 屠夫 看似吃力不讨好 实则并无大水花 好在机缘在天 她从小训练得心系如晨 善于察言观色 在鱼龙混杂的剧组 人见人爱 如鱼得水 很快凭借一天屠龙记 证明一绝 迅速走红 年仅21岁的刘玉璞 出演小公主 露露大方 灵气逼人 女扮男装起来 英姿俊朗 毫无畏何 她被书粉评为最符合原著形象的赵敏 影视邀约滚滚而来 1986年到1989年 接连大戏 孤建恩筹记今粉饰家情深无怨由 放到当今妥妥一线 无奈刘玉璞福气浅薄 握一手资源却坠如爱河 没有富商一致千金 没有搭档引起生情 众人皆未料到 刘玉璞的恋人张建忠 是一位神职人员 原来事业得意 阴影却为散去 她常常一个人前去祷告 交注心中快乐 从小缺失父爱 未得温言软语关怀 她十分享受这份亲密 每人在怀渲染垂泪 是个男人都无法抵抗 何况无需抵抗 1985年结婚 夫妇二人进修 1989年西影 1992年生女 听起来是花好月圆的事 然而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张建忠平日谦谦君子 实际偏爱动手不动口 二人发生争执 从吵架升级打架 少年时期的噩梦再度重现 1999年开始 刘玉璞患上中毒忧郁症 失眠低落 茶饭不思 甚至割腕自残 跳海喝药 索性被救回 彼时抑郁症属于精神科 出入精神病院 必令家族成为笑柄 于是一家人达成木器 不治疗 不处理 2007年协议离婚 她主动放弃财产 只要定期看望两个女儿 此后独自回到家中 女儿如此遭忌 应该消停了吧 父亲却仍然不放过她 对她极尽羞辱之能事 说她婚姻失手 说她百务一用 刘玉璞挣扎过 她写书画画 到各大高校去做演讲 呼吁关注抑郁症 但是抑郁是会反复发作的 最终她独自吞下药片 我们不知道 人生的最后一个晚上 她发现了什么 又顿悟了什么 彻底心灰意冷 抽手告别此生 这个没有爱意 只有暴力的世界 很少有人知道 刘玉璞写过打开心扉 生命还有很多美好的地方 还有很多动人的角落 所以要活着 活着去体验 活着去分享 打开心扉 让灵魂自由地飞 你会惊觉 生命原来是一朵 正在绽放的花 正在对你微笑 看似积极的态度 却并未令她冲破阴翼 获得世俗圆满 联想到此前报道 40岁父亲多次侵害女儿 被母亲发现报警 竟然恬不知耻 反而女儿大了 也要给别人 不如先给我 有多少父母披着人皮 实则禽兽 刘玉璞曾经也在一个节目中说起过这些 不仅没有感受到父爱 和丈夫离婚之后 更是父亲的打骂和嘲笑 可是这些都不是重点 她还说 小的时候遭受过父亲的性侵 当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引起了娱乐圈的轰动 也让很多人为之震惊 并开始指责起 她的禽兽父亲 但是这样的指责 却并未起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在刘玉璞去世之后 她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被判刑 而是无罪 因为没有人去为她申冤 可能有人会问 她的母亲难道就不管她吗 是的 她的母亲也很凉薄 小时候看着她被欺负被打骂 但是母亲却也不闻不问 而且在刘玉璞吃药的时候 母亲看着即将昏睡过去的女儿 也没有说去挽救一下 而是就这么看着她永远地睡去 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会骂我们 说在外面教一些狐朋狗友这样的话 但是刘玉璞去世之后 她的朋友们却比她的父母更伤心 或许刘玉璞的离去 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解脱 但是却能看出很多现实 最亲近的人不一定是最爱你的 就像我们生活中 你最好的朋友 他不一定希望你过得好 但是这并不是代表所有的人 只能说刘玉璞命不好 瘫上了这样的家庭 如果她当初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或许现在已是一位巨星了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期订阅